不理想的原因是因爲什麽呢? 其實是因爲未知 全部的東西都開壞處於未知之數 很多的東西你說是 不是好像幾好 好像有傳說中有愛知藥 鍾南山教授說用了OK的 亦都可能你說不是 我聽過有人說用了中藥是OK的 不同的人出不同的偏方出來 但是我必須要說的就是 其實現在對我所知 是未有一個確實的 很Defintive 即是很確實的官方的說法 這個官方還要是由疫區 疫情的爆發點 由中國所頒布出來的資訊 現在是未有的 大家知道就是 他們最初可能是嘗試想隱瞞這件事 看看疫情會不會自己自行消逝 那它沒有消逝到 所以就發覺它開始失控了 直到習近平走出來就說 我們要先出人命擺先 這個時候大家已經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個時候先說人命擺先呢 其實之前是什麼擺先呢 直到習近平說了之後 這件事已經叫做相對透明化 但是呢 其實它的透明化 是不是真的符合所謂的世界 或者國際標準呢 現在有很多歐美專家 其實他們相當之擔心的 原因有幾個 第一就是 雖然大家一直以來聽的是說 這個病是因為它吃蝙蝠 然後就有很多炒作了 就說 微博上面有個美食的博客 他就在那吃蝙蝠 刺身 甚至 像生小老鼠一樣 叫三隻兒 夾起底下 他就叫 飲汁就叫 然後把腦海就叫 我們作為香港人 是覺得匪夷所思的 覺得很恐怖的這件事 是吧 明白的 但是呢 我想說的就是說 其實 當然最初的SARS 是因為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果子來 而爆發這個疫情 而這次大家都偏向於相信 是因為蝙蝠 蝙蝠和蛇 因為在兩組的 就是基因排列裡面 找到牠們出來 但是呢 蝙蝠是暖血的 而蛇是冷血的 如果真的是這個版本的話 代表這一種的病毒 它不是細菌 是病毒 冠狀病毒 是能夠適應在兩種不同的 生物和它的組織裡面 代表其實 它有相當高的生物智慧 我們這樣說 OK 但是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講法 一個版本 對不起 我比較緊張 所以說得比較急 但是有另一個版本 就是其實大家看回 原來在武漢市距離 這個叫做華南海鮮市場 大概33公里 是有一個生化危機的處理中心的 就是專門傳有一些高度散破性和高度危險的病毒細菌 有傳說 當然未經印證 就說是中共拿來研究生化武器的 其實早幾年 就已經有不同國家的專家 包括美國 包括法國 都有表示過憂慮 因為以中共的處事方式 即是說他們的事情未必會這麼開誠報公 以及往往都是要維護政權安定為主 以及就是領導的面子大過天 所以都擔心 如果萬一有一天有任何洩漏的時候 他們會不能夠完全掌握到的情況 以及他們所有的數據 並不能夠真正地為世界所用 因為那些數據不夠真實 那些數據裡面有水分 或者是那些數據裡面有多少人為的 不是偏差 是扭曲 說白一點 所以就說 到底現在是哪個情況呢 我想你不問病毒本人 他都回答不了你 就是我們只有一個古字 那會不會是 其實是perfect storm 即是說 其實是兩者加起來 又有這個洩漏 再加起來他們在吃各式各樣 包括孔雀 樹熊 貓狗已經是上市 其餘已經很可怕 你沒想過會吃老鼠和蝙蝠 但是真的有的 這個不是假的 只不過到底這個病毒的來源 來自於哪裡 其實今天是未知 這個也是我們所說的恐怖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除了在一個冠狀病毒之外 其餘的數字是不為人所知的 例如說它的潛伏期到底是多久了 到底是最近剛剛看到的 是短至一天 還是其實長達14天 大家回想一下 其實03年的時候 除非大家很年輕 就是03年的時候 當世衛如果沒有記錯 將香港宣布為逆負的時候 香港人如果要外遊 是要去到當地 因應當地政府的要求 被隔離14天 所以其實接下來香港 即使不出現一個政府頒布的封城也好 香港也有機會是你想外遊的時候 不被外國政府所接納入境的 有這個機會 而現在由於你可能想走 也有機會走不了 其實現在也因為我們其實 醫護界未掌握到最確切的病毒資料 有藥廠說過 如果要研發到新的疫苗的話 最少需要一年時間 也有武漢的醫護人員說過 其實由他所知道 他拍片的當日 是23、24日的時候 甚至更早 我不記得確實的日子 其實已經死了九萬多人 對不起 我說錯了 是九萬多人發病 不是死了九萬多人 是九萬多人發病 如果你有觀察 就是最近微信、微博 流出來的視頻 就是他們說他們的情況 是相當之嚴峻的 是地獄一樣的 呼天不應、叫地不民 是很多人站著站著 好地地 甚至他沒有事先的任何症狀 他突然之間就倒地 因為情況很像我們看的 喪屍片一樣 非常之恐怖 而你也看到一些短片 就是看到在醫院裡面 塞到水舌不通 完全沒有任何的空間 還有他們的隔離也不合標準 說到隔離的時候 也要說一說香港的隔離 其實香港現在說公立醫院的隔離 我們說病床有1400張 如果我沒有記錯 但是當中用了隔離 是說4、500張而已 而其餘900多張是用了普通的病床 那是不是說 如果有必要的時候 可以把那900多張 全部都馬上調去 變成隔離病床呢? 據我所知是不行的 因為他有特定的要求 譬如說病床和病床之間的距離 還有一些我們叫SPEC 就是他的設施上面的要求 是並不一樣的 相比不是說 我可以立即轉到這麼簡單 我知道政府 譬如說 政治立場都現在在做一些示威活動 因為不想他在那裏建隔離中心 因為怕傳染到身邊的人 這個是人之常情 明白的 但是呢 這個如果真的有社區爆發的情況 which我必須要說 就是在香港是一點都不出奇的 因為第一 香港人口太過密集 第二 本身的醫療系統已經是貧臨崩潰 大家知道的 因為譬如你要排政府醫院的專方換診 是在排排幾年的 ok 即是二三四年不等 所以如果現在香港的情況 真的突然之間有個大型的社區爆發的話 香港的醫療制度 是真的會出現一個史無前例的挑戰 那大家聽過我節目的知道 其實我可能自己本身 是比較偏向於喜歡中醫 自然療法 比較盡量避免不想吃西藥 還有一些個別的醫生操守我比較不認同 但在這個時候我們必須要給前線醫護人員最大的support 包括support是支持他們進行罷工、罷市 因為只有這個方法才能夠迫使政府正視香港人 不論政治立場的訴求 因為如果現在我們說是無限量的接收 那時候德國就是接收難民 然後令到整個歐洲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安全危機 但是現在香港是在接受大陸的人來到香港 會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因為在大陸 如果剛才我提過的武漢醫護人員的影片 你們有機會看過的話 你會知道其實他們已經是鎖成情況之下 已經好像人間地獄一樣的了 你有症狀 你去醫院 醫院都可能不收 直接跟你說你回家啦 你回家隔離啦 有沒有足夠的口罩沒有 有沒有足夠的藥物沒有 但是他們的所謂的領導和幹部 都還在講過絕對不要外國的支援 雖然市民或者醫護人員是喊救命說需要 但是領導出於面子吧?我猜就說不需要 而香港的情況就是 即使我們願意接受救援也好 如果去到這樣的一個地步 林鄭會不會真的說OK呢? 如果大家還沒留意到的 值得一提的就是 你現在可以試一下 上Amazon 或者其他不同的外國網站 嘗試買口罩呢? 你會發現他說 Sorry 是沒辦法發送給你 因為口罩是被列入敏感用品的 OK? 這個是最新的 因為早一兩天都還可以買到 在海外的網站買到 但是現在已經買不到了 OK? 其實大家不要排除 而我已經說了幾天的一件事 就是說 不要排除林鄭其實存有一個報復心態 就是你們幫人 我要推出這個送中條例的時候 你們做這麼多的反對聲音出來 你令我這麼沒面子 你百萬人上街 是不是? 你令我顏面何存 我這個顏面掃地 可以 今次你們跪下求我 就是一種很惡毒的報復心態 因為 這個口罩是突然之間買不到的 代表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們想自救的話 是有困難的 就是你想在外國買 是難的 你唯有可能要透過朋友幫你在外國買 那口罩那裡 現在我面前有一個口罩 OK? 我想給大家看一看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懂得用了 只不過再囉嗦來提提大家 上面一個位是有骨的 看不見到? 下面這裡是沒有骨的 看不見到? 我這個就是沒有分顏色的 但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條繩子連在一個方向 這邊就是裡面 那你戴的時候 你戴的時候 它本身就會是這樣的 開的時候是這樣的 OK? 這裡都是平的 你這樣拿出來 在袋裡 OK? 然後你要把它好像風琴一樣打開了 這樣把它拔開 OK? 然後把它拿著耳托 OK? 然後把它勾到耳朵上 那這裡你看到是不是很大的 那這樣不可以的 你要把它盡量貼高一點 接近去到眼的位置 然後再拉下面 包住下巴 OK? 都還沒完 你要再壓這個位置 OK? 大力壓下去 看不見到? 現在就沒有位置了 看不見到? 沒有空間了 OK? 這樣你出門的過程裡面 記住不要走去擦眼 OK? 或者是我要脫口罩了 OK? 譬如我外出吃東西 我要脫口罩 脫的時候 就不要這樣拿口罩 是要穿這個圈 這樣脫下來 脫的時候 記住 因為口罩是保護你 它有機會出面這裡 已經是有不同的細菌和病毒 所以我們脫的時候 我們是要把它對摺的 OK? 我們會把它拆直 托直之後 我們會把它從內卷 把它捲起來 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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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好意思 然後呢 再把它這樣摺起來 OK? 再放入一個膠袋 噴酒精 綁緊它 先把它丟 OK? 是啦 另外呢 就是 很可惜 我是開不了 我試一下開不開 有另外一個 結酒液 大家可以試一下做的 是啦 你等我一會兒 先開一開 不好意思 要少少時間 OK 是啦 這個是符合世衛標準的 亦都不難做的 趁現在呢 還可以買到的情況之下 請大家去買 OK? 那就是這個月唇 或者是二丙唇 那月唇是96%的 那二丙唇是99.8%的 然後金油98% 然後就加煮過的凍水就可以了 OK? 是啦 這樣呢 你會把它混合 這樣 我可以給你看一看 是啦 其實呢 它的比例是怎樣呢 就是 如果你有月唇的話 大家希望抄低 還有我將來的post 可以 月唇96%的話 那就是420ml 再加10ml 的這個雙氧水 再加7.5ml的金油 還有62.5ml的凍滾水 那跟著呢 如果是第二個方案的話 就是99.8% 那個叫做二丙唇 它就是380ml 加雙氧水6%是10ml 然後是6.5ml 還有也是62.5ml的凍水 那這個呢 是煲過的凍水 強調 這個呢 你就可以自己做結手液的了 那帶著一支在街上 出街上 隨時呢 就是 譬如舉例 你要拿開口罩的時候 你拿開了 OK? 你立刻擠出來洗了之後 你才能觸碰自己眼啊 口啊那些 包括你坐下吃東西的時候 你都真的必出要先洗的 那你知道有時候很難找到商場去洗手啊 那這樣 所以這個一定要時時刻刻帶在身 那另外就是 帶著一支酒精 那酒精呢 如果你買的是真的 我們剛才說的 是月唇 或者二丙唇 因為它太高度數 那九十六和九十九點八呢 你就不要用唇的 因為會易燃的 那所以呢 你可以用一些小一點的瓶 這個是我店舖本身的 麥倫噴霧那個瓶來的 這個內容不是麥倫噴霧 我現在裝了酒精的 但是呢 我是兌了大約三成的水分在裡面 即是令到那個 酒精的含量大約是七成左右 其實很簡單的 如果這個是100ml的話呢 你去到70%左右 是酒精 再加30%是水 那就大約是那個比例了 那你就可以拿來消毒的 都是拿來周圍噴 尤其是你回到家的時候 OK 你噴大門的瓶 開門 進去 關門再噴一次 OK 這個時候你不是會戴著口罩嗎 是不是 我就會拿著這支 OK 我就會向上噴了我自己 OK 向上噴 你不會多喝多麵噴 因為呢 是酒精來的 那你就向上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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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其實它掉下來的時候 就是關於木鏡的問題 需不需要用這些眼罩、護目鏡 如果大家買到而又不覺得奇怪的話 那你就戴了 因為你知道有一個教授 阿黃 忘記了他的名字 他就是考察團隊來的 去武漢的時候 他全程有戴N95 但是他都中了 他就懷疑是在 因為那個空間裡面有很高濃度的病毒 所以是透過眼睛進入了身體 那你說會不會太多人害怕呢 那就真的視乎你自己 一般的眼鏡如果他是全包型的 包括側面那些其實都夠安全的 但是因為我家本身有 所以我就會戴的 我真的不會理會別人的眼光 因為條命是自己的 如一開始所說 這種病毒之所以這麼恐怖 因為所有都是未知 連潛伏期多久都未知 而另外已知的東西是很少的 包括就是說你有什麼症狀 而這個症狀還要有很大的差異性 有些人一來就已經說 就是皺身痛、發燒、咳嗽 這個是大家以為比較普遍一些的症狀 但也都是有人是完全沒有症狀的 OK 而只是討厭 或者是可能有幾聲吸 完全沒有症狀都可以 包括今天我們香港 不是有六個確診個案嗎 有一個人他是比較咬而去看的 他都不知道自己好似 不知道自己是這個武漢肺炎 但是他出來的結果是呈現陽性反應的 所以就是我覺得 Better be late than sorry Better be laughed at than sorry 就是你可以很誇張被人嘲笑 但是你想想你戴了一個口罩 再加上這個其實都挺誇張 但是都是那句 命是自己的 因為現在其實沒有藥物可醫治的 他有一些去幫你舒緩你的情況 例如你的肺積水他可以幫你抽水 或者是幫你的身體消炎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他會是不懂得發炎 Sorry 不懂得發燒 是因為你的身體根本未懂這種病毒 你知道其實當你的身體發燒 是因為他已經產生了抗啓 身體夠強壯 知道有外來物進來 我要打他 他才會發燒 如果你的身體是連發燒都不懂的時候 是因為他根本已經不知道 這是一個外來物質 他不懂得認這個敵人 我用狗仔比喻 如果一隻狗仔看到一個人進來 他知道他是壞人 他便會吠咬他 但是他進來 他跟他很友善 他都不知道他是誰 他以為是父母的朋友 他不會攻擊他 但原來他是賊 現在病毒就是這樣 他可以無運過關 他可以進入你的身體 而你的身體不知道他是壞人 所以就是你不懂得發燒 然後突然之間 到你發現的時候 肺已經是花光了 然後積水 然後無法呼吸 然後肺開始衰竭 如是等等 然後有些人甚至會沒有命的 而有一個美國的病理學家 我不記得正確的 叫John 他昨天也有分享一個出來 就說他未見過一個 因為其實對他 他的說法是說 Holy Mother of God 就是很可怕 Oh my God Holy Mother of God 他說未見過一個病毒 其實那個係數是去到三點幾 他說今天是熱核彈級的 就是他一生人 他的置業生涯裏面 見過最恐怖的病毒 所以拜託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千萬不要覺得 該死不死病 你可以中了不死 但是跟著你在餘下的日子裏面 肺剩下15-20%功能 你想不想這樣 還有你想不想自己惹了 是一個大菌者 然後惹了自己身邊的人 包括太太子女 所以做一個有責任心 有功德心的市民 OK 現在必須要做好這些防護 就是做一個結酒液 剛才說了那個Recipe 這個是世衛標準的 跟著另外 做一個七成的酒精噴霧 另外一定要戴口罩 除的時候一定要妥善照顧 還有戴一個戶目鏡 或者戴眼鏡 這個其實不是真的 很急需要的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戴著眼鏡 平光鏡都可以有保護作用 OK 只不過是 也都有人懷疑 就是說這種病毒 它可以在空間 空氣裡面 生存到6個小時 有些人說是24個小時 And again 因為是未知之數 所以 沒有一個很確實的數字 所以為什麼什麼都要噴 就是這樣 因為 冠狀病毒是怕酒精的 這個是冠狀病毒的特質 OK 所以我今天所說的東西 未必會是被西醫認同 可能轉頭又會有一些 心理很不平衡的人 走出來發瘋 但是不要緊的 總之你聽完之後 你將你覺得適合你用的東西 代走 不適合用的 你當我說了廢話 不要緊 OK 我都是出於關心大家 我不想大家有什麼事 OK 大家都坐在同一條船 因為香港是一個很大的情況 因為我覺得林鄭是全心想報復香港人 所以才讓你們買不到口罩 然後不關關 根本所有人現在不論政治立場都已經在說 我們真的要關關的了 要封的了 要封的了 要封香港 鎖了個關 但她還是不肯的 OK 甚至你不要讓我買大小這樣買 即是說她分分鐘接下來 會向大陸政府說 不要緊 我們香港醫療非常出色 不如你把病患傳給香港醫治 即是 我不覺得她做不出 所以人人自危 必須要自救 香港現在雖然只有六個確診個案 但有百多人 一百零幾個 一百零七好像 是在樓院觀察中的 所以隨時會有更加多個案 還有 記住 即使停了說不讓武漢的人來香港也好 武漢的人一早已經流傳去其他的城市 包括今時今日 我問了我的朋友 即使今天在武漢 你只要籌集到三十萬 你還是會有司機行車 車你到深圳或者其他城市 但你看到已經陸陸續續 包括上海、北京、深圳、汕頭 都已經鎖了 但再說最後一句 其實他們的鎖 只不過是鎖鐵路網絡 公車、大巴那種的 好像公車 不是 火車 只是鎖火車 但如果你是私家車的話 是不再止裂的 所以你想像一下 其實你只要有錢買機票 你還是可以來到香港 所以香港 記住 人煙很密集 人口囂物 人煙密集 醫療系統已經憑能崩潰 而大陸人還可以來到香港的時候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充足的保護 口罩我已經在世界各地 包括日本、美國、歐洲 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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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只要一過完那年 它就會到 就會派發 那我們就可以上架了 我絕對不會炒到千四元的合格 你放心 但是它會比之前的價錢貴了 它的原因是因為來源地都已經加了價 就是說供應商給我們的價錢貴了 所以我們要相對會多一點點 但絕對不是藥房那些炒價 絕對是很合理的價錢 買口罩的時候 就記住留意它要是醫療用品級的 就是說手術口罩才有用的 一般來說是三層 甚至有些是四層 有些講得明是防病毒的 OK 就先講這麽多 大家弄消毒的結酒液 還有酒精噴霧 要戴口罩 有機會有必要的時候 甚至要脫糧 我坦白說我自己做了 OK 就作最壞的打算 大家保重 有些什麽的話 儘管留言給我 大家提醒身邊的人都要戴口罩 OK 整家人都要戴 不要只一個人戴 OK 好不好 OK 拜拜